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强 前两天在小伙伴们的提醒下 我才想起来 白鬼夜星超还没介绍完呢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介绍一下 白鬼夜星超的第七集 诅咒的发展 故事一开始 小绿的母亲也就是小四的姑妈 想要给小四介绍一个对象 而在一番梳洗打扮之后 原本二十多岁的小四 却被他打扮成了三十多岁的样子 我严重怀疑这是小绿他妈 故以为之的 啊 说要你不和我们家小绿搞得像的 那我就给你打扮成广场大妈 最后小绿的姥姥还送了小四 一个不怎么好看的发毡 转天在小四去相亲时 小绿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妖艳的铁狮子 然后一个神秘的女人找到了小绿 她说她的祖母曾送给小绿家一个发毡 希望小绿可以把发毡毁掉 因为她发现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发毡 佩戴过她的女子都会发生不幸 而在发毡开始发挥作用时 还会出现一只铁狮子 这个狮子和发毡都是出自于同一位工匠之手 但这两个物件之间具体有什么联系 她也不是很清楚 最后神秘女子还千叮咛万嘱咐 这个发毡千万不要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晚上表姐小丝带着相亲对象回到了家里 而从小绿的视角来看此时的小丝已经被鬼附身了 这位猥琐的眼睛男说 咱们第一次见面就回家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呢 或者说咱们该干点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呢 只是小丝突然说到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我要杀了你 说着她就用发毡捅向了眼睛男 一脸蒙青的眼睛男也急忙跑出了房间 最后在小绿的帮助下 表姐小丝也回复了正常 但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她却全都忘记了 准备小绿向姥姥问询了一下发毡的具体来历 姥姥说这是一位工匠做给她心爱女人的发毡 虽然他们彼此相爱 但这个女人工匠却高攀不起 最后在女子父亲的安排之下 她就嫁给了一位土豪或者是高官 当初你姥爷对这个发毡是很有兴趣 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发毡才相遇的 所以她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而为什么姥姥带上发毡之后会无事发生呢 我估计就是因为小绿的姥爷泛倒蜗牛 她连青蓝镇的妖怪都可以降服 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发毡呢 晚上小绿妈和姥姥有事不在家 那家里现在只剩下了小绿和小丝 而平常很喜欢做黑暗料理的小丝 今天却做了一桌子的美食 小绿也意识到表姐肯定是又被鬼附身了 和她预想的一样 这只小丝说老公翻译OK过来密系吧 说着她要拿起发毡捅向小绿 在危急时刻小绿拿出狮子 让狮子也来了一个鬼附身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多年之前 当工匠带着狮子去女子家拜访时 正好遇到了一伙强盗 而强盗们误认为他是这里的主人 所以二话没说直接就杀死了工匠 可女子回家后却误认为 是自己的丈夫杀死了工匠 所以她一直怀恨在心 包括在死后还是一心想替工匠报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复身后的小丝 会称呼小绿为老公 以至于后来还想要杀死她 这时工匠对女子说 发毡是用来衬托你的美 她并不是一个杀人工具 请小姐放下怨气和我回家吧 一起过那没羞没臊的生活 说着他们就拥抱在了一起 解开心结之后 那诅咒也就失效了 小丝也慢慢的恢复到了正常 赶巧这一幕被小绿妈看到了 小绿妈说不好意思啊 我们回来早了 你们随意我回屋了 小绿的姥姥也说 看来这个发展真的会带来姻缘啊 在日本表情之间是可以结婚的 所以姥姥这么说也没有任何的毛病 其实我一直认为 小丝就是小绿他们家的实验品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想在他身上做下实验 在一般的家庭呢还算好说 但是在这个诡异的家庭里 你们确定这么做 不会害死你们家未来的儿媳妇吗 真是替小丝捏把汗啊 话说和表姐结婚 会不会生个傻子呀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节目见